欢迎来到SKR聊起来 那SK最近有最想要说凭什么的事情吗? Something you want to say 现在我刚刚做一个很难觅的歌 所以我有点嗨 完全没有凭什么的感觉 现在他很屁风 你在早两天问他 他那首歌还没完成的时候 我凭什么LIFE 哈哈哈 对 还是In general In general是什么? 就是一般来说啊 就是like what kind of music 会让你凭什么? 呃...other people's music? 哈哈哈 哦...really? 应该 可是现在我OK 他们可以做自己 我做自己 我都...我们都... 我好像很懂现在那个... 哈哈哈... 就是你刚刚自己完成一个东西 你自己好开心 对对对对 就不分事技术了 对对对对对 我懂我懂我懂 我刚迷惘应该是几个小时以前 所以我很... 现在很开心 而且是很难 你凭什么一直问我? 你凭什么一直问我? 我现在很开心!凭什么? 诶...啊你呢? 你凭什么东西什么? 啊...我现在... 我现在... 哈哈哈... 不是吗? 哈哈哈...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空空的 因为我也集很多东西出来 嗯... 没有... 最近倒是比较常反省自己 哦真的? 就是因为最近可能拍太多了 嗯... 我就很害怕自己会... 不见 嗯... 就是...就是... 会不会变成很公式化 嗯... 哦... 哦... 那跟... 我今年抽到那个塔罗牌 就是流年的塔罗牌很像啊 嗯... 那老师就说你不用害怕 这些... Pattern的东西 嗯... 他说你今年可能就会比较... 比较... 往这个方向走 嗯... 就是因为你做Pattern的东西 其实大家也都... 觉得OK 嗯... 所以你也不用... 想...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 去...去...去... 创新 创新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做Pattern的东西 才是最难的 因为... 因为你做Pattern的东西 也可以流于真的没有感觉 然后变得像办公室的 可以做那样子 对啦... 因为像你要说Skyl 他就是在做Pattern的东西啊 他每一首歌 就是这个Pattern 他只是... 但他在每一首歌里面 他都会逼自己去找到一个感觉 嗯... 就是... 就是有时候我们听... 听起来那个编曲 根本没什么不同 他说可是我还没抓到 这首歌的重点 嗯... 就是他一定得要抓到 这首歌的重点 然后我们听起来 还是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整个就变成一个 就是... 他会很骄傲的作品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Pattern 永远都会是一样 嗯... 因为其实你要说音乐 你能创新到哪... 哦...哦... 就像我觉得就是很多人 就是为了怕... 害怕Pattern是一样的 他就会不停的想要 创新这个... 创新这个... 就是可能在音乐里面 加...加一个错误的... 呃...音 然后觉得... 没有人用过这个音耶 我创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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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人用过那个音 因为他不在调里面 然后他可能很难听 所以... 创新也不代表永远 就是你是忠于自己的 就其实我觉得... 只要你都找到那个感觉 就是我们说 我们觉得这个糖果好吃 嗯... 或是他现在觉得很 peaceful的感觉 就是因为他完成了一个 他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只要是那个 嗯... 那这个就是对的 你管别人说你的Pattern是怎样 因为... 每个人都可以评论嘛 就是因为太在意那些评论 才会让整个音乐文化 变成Shit 因为每个人都开始在意 所有人 我这个人说 我上次就写了这个 一到五音的东西 嗯... 这次一定要避开他 那一定要避开他 那你这时候 你就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做了嘛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评论 把你自己锁在一个 就是...就是... form里面 嗯... 但其实就是不要管这些东西 嗯... 那想要酸的人 永远都有东西可以说啊 嗯... 嗯... 我觉得... 我觉得也许就是这样 所以这几年音乐才变得那么烂 因为... 留言文化 嗯... 就是现在每一个人 都看得到 所有人的留言 同时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办法 在每一个人里面 当一个评论家 嗯... 而且... 你如果说 那不然你自己来做 跟他说 诶...我是评论家 我不需要做 就是... 就是... 那个当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当评论家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评论的出发点是哪里 然后... 他也不是真的 他如果不是真的 欣赏你这盘菜的人 他就不会欣赏你这盘菜 所以... 当... 我们让这些 所有每一个 不知道出发点从哪里来的评论 影响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自由的做 自己 或是真的 从心里出发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能够 关掉这些 对这些评论的在意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觉得大家会开始变 文... 艺术类的东西 会开始变不好 都是因为这个文化 嗯... 但是一定 人类总是有办法go through的 我们一定会 走向一个 不需要care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又可以开始 百发... 百花... 绽放 百花绽放的 的世界 我其实对人类是抱有希望的 嗯... 所以... 不要随便定义忧郁症 就是一个无法治疗的病 因为... Human Hater 对... 不可以看清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力量 都是很大的 嗯... 就是... 你不知道 你自己可以做什么 不要那么快的觉得 我胖了 我是病 我永远都没办法 变成我喜欢的那个样子 我忧郁了 我是病 我就是... 生来生来不幸运 没有这回事的 我们生下来 都有一个 我们自己的人生蓝图 然后我们都有那个方法 可以冲破所有这些的障碍 去到达那个最好的我自己 那我就把这一次的功课 做完了 做足了 我再到下一世去 再开始下一世的功课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 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 怎样 我要在那里面讲 谢谢这位施主的演讲 叮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讲的东西 好像就是你知道那些 就是你知道 spiritual 的那些东西 但我其实是超不 spiritual 他超现实 他超现实 就是那灵性 我其实是反灵性团体的那种人 就是我如果看到有人满口灵性 然后我是会 就是我反而是会逃开 满口灵性是什么 就是只讲说 你这一次一定要休息 就是像我妈 没有啊 就是 没有就是一些佛教的忠贞人士啊 就是他们如果说什么 就是要 你看我都 我都会宽恕别人啊 什么什么 大 每个人都要爱 什么什么 他们都是好的 就是 就是我有时候想说 我怎么会说出一些 看似好像他们会说出的那些话 但是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那些 有些那些空泛的那些话 也是 蛮让我反感的 但是我有时候自己讲 讲到最后 就好像 我怎么好像 在讲 我猜我在讲一样的文字 但是我的意思不同 你就双标啊 没关系 我欢迎任何人来跟我这个 评论 如果各位听众就是 你们有不同意的 你就在底下留言 欢迎你们可以 我记得我之前讲过啊 那个吵架是最温暖的 沟通的时候 就是我写好几次 就是我们公司 其实很喜欢吵架嘛 因为我们觉得吵过了之后 就是大家可以更了解彼此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就有人来就是跟我辩论啊 因为他觉得说 某些吵架是磨掉 关系里面 大家对彼此的在意 然后他觉得吵架不是一件好事 然后我就觉得说对 他说的对耶 因为某些人吵架的时候 只是要羞辱另外一个人 或是要赢另外一个人 他没有要沟通的意思 所以他只是不停的说出 伤害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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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觉得自己很糟 然后他就觉得好了 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非就是只是想要互相理解的那种吵架 好像真的是磨损关系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 在这种时候我都会觉得 哇文字真的是好容易被误解 我只说文字的话 哇任何解读都有可能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欢迎所有人来跟我辩论 因为只要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就会打开了另外一种 想法的可能 对非常好玩 对 好啦我是不知道这里在哪里结尾啦 但是SKFAMILY PARTY 已经在卖票了喔 对吧应该在卖票 对对对 也不知道大家现在卖票的状况如何 现在是希望喔 不知道这一集的时候已经买不到票了啦 对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同乐 对大家一起来玩 这样子我们很期待 加入我们的小客厅 我们每次都很乐 对 对 有什么 乐 开心的那个乐 对 所以 哈囉 我想再问一题 为什么 你们两人会紧张吗 你说这次的live 紧张都爆炸 跟上次 对因为上次结束好像有蛮多检讨的 对啊 SKF会紧张吗 不是我自己很多检讨 还没有 还没有我在想我 你知道 怎么可以做音乐一个新的东西 嗯 蛤 什么意思 可以让我们这次的live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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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因为你就是照你平常的方式去带就好了 对啦 对啦对啦 没有你说紧张嘛 就是 对对对 因为我就 因为一个主持人他就是会 感官要打很开 就要去care 因为就是要hold住那个节奏感 没有你说紧张的话啦 我知道 但也许这个紧张慢慢会 因为练团而开始 就是比较知道整个节目流程 就会慢慢的 把这个紧张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看你们以音乐为主 然后我觉得练团 我们再来去感觉这件事情 反正见招拆招我觉得 嗯 很期待 其实很期待 对 很期待 对 又可以就是有那种聚在意 又可以办party 对 最喜欢办party了 对啊 希望大家就可以享受这个party 嗯嗯 期待 好了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